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高中生偵探 龚腾欣 我在追查黑衣人的過程中 因為看動漫看得太入靈 而沒有發現背後的黑衣人同黨 還被冠下說好會讓我登大人的小藥丸 醒來了之後 我發現 什麼都沒有變啊 外表看似宅男 原本就是個宅男的 名偵探 宅男 為了調查上禮拜 七米花市遊樂園發生的 高中生被不明人士襲擊的事件 我們警方也找了幾個證人 請進 請進 原泰 你那天在現場看到了什麼 呃 高不警官 其實我那天根本不在遊樂園 我在家裡看影片啊 看影片 是看什麼樣的影片 就一個叫阿波瑞拍的影片啊 哼 真的是很白癡欸 他們發一個宅男跟一個魯蛇 就要拍棋龍的周恩版 還有那個什麼環球都拍進去 都不像一就放上來 自以為實地拍喔 欸對了 假如高不警官 要看這個影片的話 可以點這邊的快快喔 我的老天鵝啊 這個小畢孩到底在講什麼啊 好啦 原泰你可以回去了 蛤 阿波講了這麼多 沒有買一飯可以吃喔 嗯 好啦 好 先走了 高不警官 阿里博士 你那天在現場 到底看到了什麼 蛤 警官 我當時看見一個全身 還有一個胖子在打過舞台 然後遊樂園的保全想過去抓住他 然後就被他一剛打破了 然後我也想跑 但是一旦一剛打破了 我就混著了 等一下 那你怎麼沒有被灌下 會變窄砲的小藥丸 嗯 警官 我本來就是個窄砲啊 三小 這些人到底在想什麼啊 好啦 阿里博士你可以回去了 我等還要跟木木警官 詢問一下證詞 案子進展的怎麼樣啊 高木老爹 奇怪 剛剛在我面前的不是 算了 應該是錯覺吧 木木前輩 那你當天 其實 我哪天真的看到了犯人 真的嗎 前輩 那犯人是長什麼樣子的啊 高木老爹 那一個犯人 就身長了大概 這個嗎 當天還穿了一個黑色外套 還戴你的墨鏡 我看到的也只有這樣啦 高木老爹 你還有什麼要問的嗎 沒有的話 那我先走了 好吧 那木木前輩 您先走吧 看來 這件事情 暫時是沒什麼進展了 高木老爹 先走了 等一下 前輩 如果今天的心情 如果這場又定雲 香港人 He fucked up